这个月大陆太阳能产业多名高层集体赴德国参展 一下飞机就有数名高层因为涉及不法被德国警方逮捕 由于事件太突然牵动德国和大陆敏感的经贸关系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高度重视 那么经了解当事人只是协助调查 目前已经回到酒店 这次协助调查的只有集一人 不涉及网传的多家中国光伏企业 也没有出现多名人员协助调查的情况 大陆轻描淡写的带过 但根据德国警方的通报 他们确实逮捕了两位大陆公民 并且到了法院完成相关法律程序 并非仅仅只有协助调查而已 除了德国 美国商务部14号起将43家的公司 添加到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 其中包括31家大陆公司 美方的做法缺乏事实依据 缺少政党程序 损害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中方对此表示反对 美方应停止对中国企业和个人的无力打压 中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 除了欧美反中事件 中印关系也持续不佳 过去几周 大陆和印度两国不断驱逐 彼此在该国的注点记者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印度最后一名驻大陆记者的签证 六月底到期后 大陆将不再延续 大陆称这是印度歧视在先 中方一直像朋友和家人一样 善待印度驻华记者 中方保持克制 秉持善意 同印方多次沟通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印方一直没有采取行动 解决问题 另外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的 外墙及铁门 今日被人喷上的白色油漆 用简体字写着双标 和霸权的英文字 港警已经逮捕了一名47岁的大陆男子 案件正由港警重案组调查中 TVBS新闻 叶俊宏 陈向如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